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靠的不是面子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 公民不可 你的新人生 股市wonderful 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5号的股市wonderful 那我相信今天很多人在问一件事情 老师啊 说什么事 昨天助理啊 你们打电话进来 问最多的进来说 我现在还可以买 我是做多的老师 我一定跟你讲过了 大宝也讲清楚了 你还要问我能不能买 还要再讲一次吗 说阿德很准的吗 诱料很准啊 不是喔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喔 应该是你找不到股票吧 你找不到股票嘛 大概打电话进来问的 我现在跟你聊过天的 大概只有两种人嘛 第一种空手 对吧 我肯定 你那个股票买去 砸掉了啦 对吧 你有赚到一点钱 可是你没有想象的赚那么多 譬如航运股啊 你早就砸掉贪钱了嘛 对 你在赚 你在赚 一直赚赚赚赚赚赚 你赚没有股票嘛 是不是 所以说阿德送他的股票 你是怎样 不可以拿 你说我老师我有拿啊 你为什么不可以买 我老师买不买下去啊 因为好像看到就不敢买啊 对吧 一种是这样嘛 一种就是说 老师 我就要套在航运股啊 要怎么解决 其实道理很简单啦 你看到盘你就知道说 现在你的想法 是怎样的啦 看到盘 你看 今天跌20点 很多人还是充满疑问说 老师阿今天到底可以买一买 今天成交量加3800亿 其实不在这里啊 重点不在这里啦 重点是3800亿已经够了啦 大盘已经够了嘛 以前所谓货三雄三支股票 就3000多亿啦 对吧 那现在是降到什么 10几% 20%嘛 20%以下嘛 那你想想看 如果再加上3000 已经3800亿 今天不是6000多亿 7000亿 对吧 所以量是够的嘛 只有一群人 现在你们打电话进来的 有一群人是赚钱 本来赚很多的航运股嘛 对吧 那你卖掉了 有人是用砍的砍掉了 赚一些嘛 赚一些你在等嘛 你一直在等 一直在等说 老师喔 我航运股看 那种像 你找到看像航运股 那个三十几块的 我买进去 对吧 那我买进去 看到300多 我没有卖 至少我卖200多块吧 对吧 对吧大家都有这种想法 可是阿德跟你讲 有 有 便宜的股票 有 真的有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说 老师啊 你现在就是很简单 我现在在套牢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 玩过来就好了 我找一个便宜的股票 让你换嘛 你听不懂 我找一个便宜的股票 让你换嘛 那你换过来 你买的安心 第一安心嘛 第二 真的会涨 我来看一下 为什么 最近你会发觉说 欸 大盘 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 已经涨了六七百点了 对吧 这跌一千多点 已经涨了超过一半了 那为什么会在这里停 其实道理很简单啦 会在这里停的原因 因为这里是警线嘛 好 那所以说 我说到这里来想看一个东西 这个很重要喔 你想到 如果现在要进场 现在震荡是不是好机会 对吧 你如果真的想进场 不想进场那没办法嘛 对吧 你想进场 是不是现在是好机会 是吧 好 你确定未来会涨吗 嘿嘿 当然会 为什么 就给你看 你想想看 我们现在以现在大盘 这几天 买最多的外资来讲 对吧 我们就以他来做举例 来 这七月五号 就跟你说什么 我都 你就是要买下去就对了 可是外资不信啊 外资不信啊 外资一直认为说 美国会升息啊 所以外资一直卖啊 真的啦 这七月十五号 你要看这三月二十四号 他们就一直不相信这个 这个 像这种的 可能会升息啦 可能他们的职力会怎样 外资一直不信啊 所以外资到了三月二十五号 还在大卖台股啊 而且那个全皇一次就杀了 就杀了六千张 你看台积电多可能 冬垂席啊 就他说什么 不用怕 今天八月五号到七月二十八号的时候 你要看外资累积卖超多少 五天前的事情 上个礼拜的事情 外资累积卖台股五千多亿了 所以就跟你说什么 回补也会补很大 所以你看这一天 反弹了七千多点 八月开始碰碰碰碰一直起来 外资每天买的 对吧 所以你看这是不是真的 是啊 因为外资看就这样 原来他们会一记录说 我们还是保持嘛 保持怎样 保持宽松嘛 就是这样啊 所以外资的时候 对喔 我以前卖那么多了 所以回来要买啊 对吧 我现在就跟你说 你如果之前 像外资一样 不小心去买到航运股 或是其他股票 或是卖了股票 现在空手的 那你现在要买啊 那买什么 当然要买 现在最热的啊 那外资也是买最热的啊 只是外资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所以你现在要买什么 买便宜的啊 买便宜最热的啊 所以说 我来说买趋势嘛 就买趋势嘛 对吧 你就趋势才买下去嘛 所以说 就送你的股票 对不对 他就是趋势啊 因为什么叫趋势 因为趋势都改不了的 他永远都是会涨 对吧 一震荡一下 也是又起 就叫做趋势嘛 所以我们才来说 这叫做冲锋嘛 你今天看整天的人 昨天也看一整天 今天也看一整天 今天我在早上在讲的时候 你也是说 阿德你在说的 怎会跟上的一模一样 是啊 那你为什么不买 买了他就一直冲 一直冲一直冲 今天就亮灯涨停 今天本来不是他最先亮灯涨停的 对吧 因为你今天早上在看电视的时候 就说 阿德你在说的股票没弄啊 因为别人比较弄啊 你这组就明明他比较弄啊 你怎会介绍我这支 结果事实上 是他比较弄 他亮灯涨停 比较弄的结果 怎么 没漆 不是说没漆 没漆停 漆七八八而已 就他比较弄 所以我就来说 其实股票送你 你一定要拿 因为那是关键位置嘛 说到关键位置来 我今天一定要给你 今天这不跟你说 有的人说 老师啊 你做股票没验证那不行 做股票如果没验证 我就每天盖起来 开开就漆停板了 你一定不相信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要跟你验证 因为我昨天也验证啊 前天也验证啊 一个月前也验证啊 其实大盘在验证 个股也在验证 验证是为了什么 例如说你买到一支股票 买得到 今天如果漆停板 你愉快嘛 起两支 你还愉快 起三支 起四支 起五支 起六支 起到一倍 都是你自己的功劳嘛 为什么 因为你相信在关键的位置 你有买嘛 对吧 你不要说啦 不要说啦 今天第三天了嘛 我没开也不行了 你说老师啊你这样 你送我来的时候 这三天到底表现怎样 你也跟我说一下 不然这样一直盼 一直盼 不是办法 也不是办法 所以我要跟你说 告票其实很简单的啦 我送你三天不开 那你要如何验证 所以我问我来 今天你目标要给金 就是要跟你讲说 验证 验证其实很重要 尤其我们当老师的 很简单的啦 今天我告诉你 譬如说 我告诉你 说这支构票 聚合 我来说聚合今天亮灯漲停 我如果聚合不来 我聚合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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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没了 这样 我怎么要 大家说你一直涨停 一直涨停 一直涨停 要是说一直飙 一直飙 要是说一直喷 一直喷 要是说叫你买了 买了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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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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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涨上去 涨上去 如果我讲这句话的时候 要代表什么 你有买啊 你如果不买 我告诉你多少 没有啊 所以我跟你说 关键标股 我有没有 直接告诉你 有吧 好啦 那我今天就直接开了啦 805市 是不是这支 看看 是不是这支 看看 真的 对吧 我请教你 我会放两支 我没有 有啦 有啦 有什么阿庭 要给你验证 就是说 你要买得到嘛 不是开盘 掌定盘啦 是要你买得到嘛 你要买得到嘛 这才重点啊 我今天开盘掌定盘 你说 老师我也没有 要你买得到嘛 哪是关键位置 我就跟你说了 这是不是关键位置 来 我们来看 这里是不是关键位置 你买下去 这样 这就是你的 对吧 昨天亮灯 今天再拉高 今天再修正 一下下 我请教你 你如果买下去 不要说两支 你拖一支 也有啊 这对阿德是没有来说 关键位置 你再买下去 这样就对了 为什么 因为它是趋势 你拖一支 买趋势 赚钱最审利 对不对 因为阿德今天 重点不是 不是安国 今天重点 是这支 因为这支很重要 这支很重要 因为现在所有的 在看电视的人 都想说 老师啊 你如果要介绍 那几百块的 我也买不去啊 那有些有钱的说 欸 老师啊 我买五六百的 之前我带一个老师 在做五六百的 到那儿都做得到 要怎么 我说 没关系 我带你找熟的 我带你找熟的 起标股 有什么熟的起标股 因为它跟聚合 简直是一模一样 简直是一模一样 今天早上 你如果要看我 工具合的人 要掌握在看我 工具合的人 欸老师啊 你怎么会一直 工具合啊 是有什么 原因吗 其实我跟你说 像外资 外资之前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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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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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外资也没有再买的 是不是你第一优先 为什么 因为你嫌卡位 因为外资回来一定买这个嘛 是不是 所以说我送给你看 逻辑性就是这样 所以八月币大涨的一定整理过了 而且是本土法人没有买的 对吧 所以说什么叫验证 验证很重要的嘛 你看到我藏的节目 今天可以看到我的节目 不管你看可以第一趴 或是第二趴的节目 或是现在看阿德的节目 其实阿德说的都一模一样 我都没有解决 我说这支公表其实很简单 他就是口口买 口口买 你看我的影片嘛 我是不是这样说 你说我前后都一贯 而且我命也跟你说 来 你如果有时间的人 请你去看我的影带 好不好 看我们官网也好 去看YouTube也好 我是不是来说 口口买 口口买 一直买 一直买 你如果整理了 比大涨 电子运输 我来说你不用你了 直接就拿去 对不对 你去看我的影片 我是不是这样说 直接拿去 我在这里也跟你说聚合 好 重点是什么 你说说这 聚合真的这么好吗 有人说老师 这支为什么 你怎么才诶 其实阿德想要跟你说一项 你今天看到掌庭板 其实你没感觉 对吗 你怎么有感觉 但你拿到股票的时候 你就有感觉 为什么 因为他整理了 拉回来了 我跟你说 他你要更好 你要更好 那个买卖店 我告诉你 你如果电话卡进去 你拿到 你会说阿德真正 来喔 为什么你再看这张 拉 拉筋 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重点 有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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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吧 所以你现在看 车店里面 电梯里面 他真的有效 因为起掌点在哪里 三字头 三字头是什么意思 好 三字头也三字头 三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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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效 他有没有起掌 有喔 拉 你今天看电视的 好 你是我的会儿 好 拉 你拿我做钱 我带你工具合的孙 有一次买 两次 再买 再买 一直买 再买 再买 一直买的吗 有没有 有啦 有啦喔 你是我的会员 只要在七月 就说七月前的 六月底 七月前 有加入的 我是不是叫你最借买四遍 对吧 你帮我验证一下 你如果有隔壁的朋友 你也可以说一下 是不是 一直买 酷酷买 一直买 一直买 穿去 拉 我现在要请教你 你如果有一千万的人 你现在是一千三百 整万超过 趁这样嘛 好啦 趁一倍好了 一千万变兩千 这不再是趁 重点是什么 过去啊 不要再说 过去不要再说 重点是什么 现在呢 好 这样来 你注意看 我今天一直讲聚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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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合聚合 我是要跟你说一个概念而已 你今天要贪钱 你就要拿消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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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起标嘛 好来 这支股票 你注意看 昨天阿德 开盘的时候 对吧 一块 一块 我就跟你说 这支是不是回过头来 外资要大买的股票 第二益是不是很刺激 第三是不是现在准备要起涨 是 没错 来 不用客气 有的人正在运作这一类的股票 从今天开始 你如果拿到这支 你注意看 来验证下去 每天 就有人会开始说这类的股票 绝对错不了 为什么有钱人正在运作 因为他便宜 又是趋势向上 其实收的就很差出的 对不对 而且趋势又是向上 整个产业趋势又向上 来 你拿到 你拿到 只要你Q还是收到 拿到 下半年你就全靠他了 真的 真的 只要你愿意 手机拿起来 电话拿起来 拨通就有 扫到就有 下半年你就靠他 便宜 真的很便宜 起标股 你可以像聚合 他简直就聚合的方法 你会哭哭买 哭哭买 一直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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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唱嘴 这样好不好 打电话 我先记一下广告 等一下再回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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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8512-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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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现场 不用客气 真的不要跟阿德客气 你今天要拿的是拿一档很便宜又会标的股票 那如果他是起场 相聚合一样 你看着你就开心了 说实在 所以你不用跟阿德客气 你就拿去这样就对了 今天我突然想到我插播一下 有人说老师啊 你的股票 每个都一直买 我怎么这么多钱 这支叫新唐 我会讲到新唐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意义 你如果看着新唐 在第一档上去的时候 你就应该要买 对吧 买完了你赚完了超过一倍 你是不是要获利出积 你赚钱收回来 你赚钱收回来 你不才有钱 还买后一支 对吧 好 第二个用意 不是把钱收回来买新股而已 因为阿德要介绍的跟新唐有关系喔 外资回来会不会买新唐 我来说现在不会 以后会不会我不知道 可是他现在买的 所据这些有钱人在运作的 他们给的资料 我跟你说 你知道吗 你现在这股都记下来 现在有钱人在运作的 都是外资的这一类股 你随便看 你今天拿到 你开始再看 他跟新唐有没有关系 如果你看到新唐 我再跟你说一支股票 这支你也要注意 因为他是聚合的接班人 对不对 对嘛 他叫做强帽 欸 老师啊 你怎么会打新唐 说了又说强帽 啦 你注意看 你头上有拿到这支 这三支股票 是不是都有关系 没信唐怎么会再厉害 没信唐怎么会再厉害 没什么强帽 2481 定一宝怎么会再厉害 这以前就在人门股呢 这三支有关系吗 所以我送你的股票一定有 对不对 第二你一定要拿 第三我已经给你预告 他跟强帽一样 有关系 因为强帽很会飙 他跟新唐一样 因为新唐也很会飙 所谓会飙 就是说他在他这个族群里面 为什么那么会飙 飙第一名 所以说我现在给你介绍的 现在我主要运作 有钱人运作的这支 是不是他们这个族群里面 最会飙的 所以便宜又是趋势 所以说我们便宜本来 就很失败了 对不对 我帮你找出来 趋势相伤不免说 没有这种的我不敢介绍给你 所以你下半年你就刻意了 像八月嘛 你之前怎么没关系 重要是这次你要拿到 所以说阿德跟你说 你不能客气 不要跟我客气 千万不要跟我客气 你只要扫描QRQ 这支就是你的便宜起飙股 它简直是聚合的方法 你可以客气买 客气买 一直打买 买起来 但他担大钱 祝各位操作顺利 明天见 本节目的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认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停选